出一整支 現烤現吃 靠著視覺嗅覺 吸引滿滿民眾上門 讓老闆樂壞了 非常不錯 看得出來賣了幾隻豬 昨天賣3隻 今天賣4隻 高雄燈會9號開幕 由120個攤商組成的 經營財寶夜市也跟著開張 但很多人沒抽中籤 改到愛河另一側 河西路一帶另闢戰場 儘管攤位租金硬生生貴了3.5倍 還是吸引很多業者擺攤 租金的話 應該是不是這邊比較快 大家還OK就忙著啊 南馬都可以 你韓國語嗎 和金營財寶夜市比一比 因為是高雄市府主辦 12天只要2萬元 一天大約只要1600多塊 河西路的夜市12天要價7萬 一天租金就要5800多元 對 還是賺得回來 雖然是貴 不過因為人太多了 我們還有 還可以賺到 還沒有扣的話 昨天我們三次賺應該算9萬 業者有信心能拽回本 趁著燈會活動12天 搭上超強寒流熱潮 要把貨品銷出去 錢財帶進來 借梁家文 潘穎文 譚若宜 S網組 高雄 採訪報導